大家好,我是阿勇,今天买了一只六斤佐的石斑 今天就用这条鱼给大家做一个一鱼六吃 首先我们把这条石斑鱼的鱼鳞呢,我们给它刮掉 如果你认为这一步非常麻烦的话 你把这一步可以交给卖鱼的摊主来处理 鱼鳞刮干净后呢,我们用剪刀剪开鱼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的鱼油和脂肪是很厚的 下面我们连同内脏一起去除 下一步我们把鱼鳃剪掉 再把这个石斑鱼呢,给它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之后呢,我们放到案板上 首先先用石斑用纸呢,吸干表面的水分 下面我们把这个石斑鱼给它分割好 一一分割好之后呢 这个鱼头,我们就来做一个五指毛桃鱼头汤 这个汤的特点是排施补气 鱼胸气的这个位置呢,比较滑嫩 而且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今天就用它做一个葱油蒸 这个鱼身我们可以把它做为三道菜 一道是赤松熔剑,第二道为滑鱼片 第三道,我们做一个番茄鱼柳 鱼排嘛,我们可以做一个胶原鱼排 下面话不多说,就开始具体操作 首先看到的是洗净的鱼头 以及切好的这个葱片,姜片和二十克的五指毛桃 起锅添水,水多倒一些 我们先放入葱片和五指毛桃呢 放入这个水中呢,先把这个水烧开 把这个五指毛桃呢,提前先煮上十分钟左右 让它提前出一个味儿 煮这个五指毛桃呢,我们把它做一个底汤来用 起锅,放入少许的底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我们放入姜片 接着放入鱼头 如果家里的锅不大的话,就提前把鱼头剁成小块 鱼头煎到表面焦黄后呢 我们倒入提前煮好的这个五指毛桃这个汤 连同五指毛桃呢 也放入到锅内 汤汁滚开后,我们用勺子撇去浮沫 下面我们再放入一个香菇结 加入一个胡椒粉 盖上盖子,转中火 给它煮上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后,我们接下盖子 把辅料夹出,直接扔掉就不要了 再把这个鱼头呢,咬出,放到汤中里 用鼻子咬去这个料渣 然后往汤里加入一颗食盐 搅匀后,我们也把这个汤倒入到汤中里 撒上一些葱花 这样一道营养丰富的五指毛桃鱼头汤就好了 喝到嘴里是满口流香 下面我们就来做这个鱼的这个胸鳍 首先我们把这个胸鳍呢,给它改一个刀 改好后,我们放到盘中 再切一些姜片 切好后,我们把姜片放到胸鳍上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曲芯提味的效果 起锅烧水,水开后,我们把这个胸鳍呢 放到锅内给它蒸上十分钟 十分钟后,我们接下盖子 把蒸好的这个胸鳍呢,给它加出 倒出蒸鱼的这个汁水 下面用筷子夹出姜片 放上葱姜有红椒丝 用热油直接泼到这个红椒丝 周围呢,再倒入少许的蒸鱼汁油 这样一道清蒸胸鳍就好了 这样蒸出来的胸鳍呢,滑嫩可口 让你知道嘴里有一种满满的满足感 现在选择的是鱼腹中间的这块肉 以及准备的半个柠檬 一个赤松绒切片 50克的黄油一块 起锅放入黄油 黄油在没有化开的时候呢 我们放入这个石板鱼 用小火慢慢的煎 下面再把准备好的这个柠檬呢 把汁水挤在鱼肉的周围 一面煎上三分钟后呢 我们给它翻面 翻面后再煎上五分钟后呢 我们放入这个赤松绒 在煎这个赤松绒的时候呢 我们每面煎上30秒左右呢 我们就给赤松绒翻一个面 另外一个面再煎上30秒左右 下面加出放到盘中更用 再把煎好的石板鱼呢 也放入盘中 最后撒上黑胡椒盐就可以吃了 孩子特别的爱吃 一上桌孩子就吃光了 剩下的三道菜呢下期视频分享给大家 以上的三个做法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热菜 请收藏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分享别人分享 нашем家人